七元队有非常多的充足的机会 因为守联防 所以整个七元队的压缩的比较靠里 好球 其实在面对七元队的联防的时候 其实在开局阶段 会使得合约队整个的技巧 或者整个的内容 打球的内容 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特别陌生 再来到外线合约看看三分球 这次投了一个三不战 看看三打零空篮 漂亮 这个球必须要好好上了 感觉到今天张汉齐的进攻欲望 并不是那边强 对张汉齐应该在队伍里面训练不多 因为应该是 对刚才说的没错 2012到2013赛系离开了CB 山西队 同时离队的还有 显好罗多飞 再攻破转换 一挑四 好球 队的调整非常到位 哎呀 这又是一分失误啊 李奕阳 个人一条龙 哎呦 扛开对方方的队员 又是他 呃 这边被干扰下来 看看反击的机会 轻转队四打一 哎呦 漂亮 周国强 这个位置站得非常的好啊 郭强整个站位 带来看一下 让这个对方队员很 很别扭 在做了这个后手 是千尔拉满球控制 后传拉满球控制的非常不好 没错 漂亮 还快啊 这个长度 那如果这样打的话 今天两人队伍架起来绝对在200分以上 没错 这个分今天不低 呦 真棒 漂亮 这个空中的这个 第二阶一开场 黎一阳发挥的非常出色 13啊 像分差拉开到了6分 那这个时候李涛我觉得应该 呃 站出来打一打了 没错 还是个人的突破 内线 哎呦 好球 漂亮 那个反手 非常的完美 其实发现 彭尘昌他个人特点 这个右手的这个 往前推的这一下 感觉非常有个人特点 哎呦 好球 漂亮 啊 抓了一个 啊清远队这个时候确实在 自己反击的速度降低的同时啊 打这个阵地战还是显得比较的艰难 应该是整场比赛啊 分差最大的一个时候 再来外前三分球 漂亮 这球传的不是特别好 没错 这边需要快 好球 漂亮 这个上来也是上的比较的大意啊 把球直接给送出去啊 这对于张恒奇来说 这又等于说把球啊 把这个好吃的送到了嘴边 漂亮 你需要去防守他这个上线 你可能说你放他打 对 可能都比他传到外线有三分就好 他说他身后的空间其实不大 对 也就是说如果张恒奇落到了地位 把他挤在了身后的话 张恒奇就算拿到球 那他也是 面对这个底线的 哎 好球 曾来说他也要跑起来了 对 来了 这个时候看看李洋 对 这就是上来的弊端 漂亮 对 你看 这就是彭世昌上来的弊端 对 那这个时候 啊 既然张茂昌有体重能力的话 那 那何元队的球员应该拉开 让他一个人打 没错 啊 拉得更开一点 没错 其实张茂昌可能 你就在篮下 所以应该让他继续在篮下去枪打 没错 可以看到他现在也是非常积极啊 往回 好球 你看 跟我预料 跟我们俩预料的其实 一样 真的一样 对 张恒奇 对 需要保护张茂奇现在这四次犯规了 也就是说 只要不出太大的意外 或者说追的太小的比分 张茂奇 这边双人报价准备来了 但是来的有点晚 在这边还是把球拿了下来 这边李洋 这种球就非常的可惜了 对于李洋来说 为什么说 这种上来 但是看到这个李洋这两个上来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差距外 李洋的三分 哎 好球 漂亮 好球 下半场的第五季三分球 九汉 冯甘雨 没错 这一下确实非常的干润 哎呦 这 我的冤 这是要空中接力了吗 李洋的意思就是说你往上给啊 李洋 手里还拿着球 还来 还来 再突 漂亮 漂亮 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黎初豪啊 开始环游线这边跳投 这个是没有救 孔志昌这边内心篮板球没有拿到 那个粉级的机会来对清远 优越大 李洋自己来 哇 漂亮 哦 面对三个人的防守 其实你看职业联赛跟叶远连赛 跟草哥联赛 非常大的区别 为什么现 就是刚才还有记者 现在是人敌人的防守 没错 高位的掩护 还是给了一阳 再来一个掩护 两边的双掩护 没错 这边李涛过来想接球 有点连球 这样不是特别好 哇 还能说什么 李一扬今天 我试回我刚刚的话 打脸啊 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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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 呃 92平了 呃 呃 第四节得了几分了 呃 有十分吗 差不多吧 有 起码第二 第四节 单节拿到十分 哇 李一扬 对这个就是今年第一年参赛的优势所在 他们能力应该相信自己 还来 还来 呃 天了 呃 呃 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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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又来一次2加1啊 吓一跳 哈 撒 颠